这一波反弹的太厉害了 特别过去一周标普500啊 还有那个道琼斯指数以及纳斯达克指数 真的是反弹非常强势 嗯 大家好 我是东京严太郎 我就给大家解足一下 那个下周标普500的这个行情 今天主要内容还是做一个标普500的一个复盘 然后看一下下周的行情的预演 这个视频本来是和那个日经混在一起讲的 后来有人提议说 可不可以单独讲 所以就是决定把这个美股啊 这个指数的分析单独讲 给大家提供参考 我们看一下上周我说的一个 一个情况啊 我说反弹已经到了一定的阶段 面临回调的压力 注意风险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上周是怎么走的 上周周一的话大家看一下啊 周一的话是算是一个震荡的行情 到周二的话 最低达到3910 我们这个3910刚好在这个这个位置上啊 我们在四方图上可以看一看啊 3910是在哪个地方 就是这个地方啊 大家注意看啊 它涨到401这个附近的压力线的位置之后 然后回调到391 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回调 回调一个角度的线啊 从这个对角线回调到十字线 后面他就上攻的趋势非常猛烈 后面就一直连续三天暴涨 暴涨到什么程度 4130 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行情 就现在已经攻到411这个位置了 也就是直接从391 涨了 大家看一下啊 四分之一圈 我一般喜欢用圈来 来定义这个涨幅多少 大家看一下 这个涨幅是非常非常大的 当然他由于惯性 还冲到411上面的413去了 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大的行情 只要你别做错了 但是空军估计很惨啊 空美股的人应该很惨很惨 觉得这个地方是不是已经涨到头了 比如在这个地方或形成双 双头是吧 觉得在这个地方空 那么这个空军非常惨 那么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空军止损 然后导致这个推上去了 而且而且我看到那个标普500 那个量啊好像放量了啊 就是美股整个的是放量了上涨 所以这一波反弹的是气势汹汹 嗯 然后 上周说的短期的压力啊 顺利达掉达到了啊 然后短期面临回调压力 然后这压力位置就是到了 4110这个附近 那么下周行情会怎么样呢 这个还是会这样涨下去吗 我说下我个人的见解啊 给他一些参考 那美股的是注意是回调之后继续涨的 他从之前从363吧 最低啊 然后一路涨到那个 反正中间是很多波折 涨到381 然后最近一次是381涨到401 然后回调到391 这又涨到421 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个上涨的一个走势 n型的走势 大家看一下上涨下跌上涨 标准的n型啊 最低点是371这个附近 所以说 下周这个 我觉得啊 下方啊 支撑看两个点 一个是401和3910 401就是下方的对角线 这个位置 那么刚好涨了这么多 他可能就面临一个回调 回调到401这个附近 有可能性很大的 当然如果他回调 小一点幅度小一点 可能要中间的位置 比如40 406和407附近啊 4065左右 如果回调深一点 就是到401了 就是402附近 401 402附近 就是到达这个附近 其实是一个正常的回调 因为他涨太多了啊 但是呢 我想说的是 其实还没有涨到头 所以空军的话 人人要注意风险啊 注意控制风险 这是如果下方支撑 如果上方涨的话啊 按照这个势头涨上去 那么下一个点 我很清楚的啊 就是4210啊 直接建置4210 那么下周的那个支撑压力很明显啊 只要这个上涨的趋势没有破的话 401就不会破 当然到400也不算破 然后呢 上方的压力就是421 当然了 因为美股现在的话 这上面的趋势线 我之前画的趋势通道已经 已经被完全的突破了 而且这个突破不是直线大的突破 而是有一个回调在突破 回踩在突破啊 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走法 相当于说 嗯 就是太强势了 嗯 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很尴尬的位置啊 如果你之前的话 嗯 在这个底部 比如说三三三千八的时候 标普的时候 你可以抄抄底 还行 但是现在的话 你追进去 我觉得风险挺大的啊 我还是一个原则 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地方可能有个回调 回调到四千点附近 如果它是保持上涨的趋势的话 你再去 进可能比较好一点啊 设好止损 嗯 这个是 给大家分析的啊 就是下周的 嗯 标普五百的这个行情 嗯 希望给大家一些帮助 啊 谢谢大家 另外的话 标普五百的这个分析的话 呃 就是美股这一块 我可能最后尽量想 就是 嗯 多分析一点 但是我主要是分析指数 嗯 个股的话 不是很想 很想去分析啊 因为我觉得 只要把握大大行情 呃 你做好这一个 标普五百 其实也算 可以算一个个股 因为它很多 跟它联动的 比如说 QQQ啊 什么之类的 很多ETF 你看着这个标普五百指数的行情的话 就可以去做很多 那标普五百相关联的这个 呃 就是ETF 嗯 对于很多投资者而言 我觉得可能操作 个股还不如操作指数 因为个股的风险太大了啊 就哪怕比较有名的公司的股票 还都不如标普五百 所以说你做标普五百指数 或者 股指期货 或者标普五百相关的 呃 ETF 都挺好的啊 做好一个就够了 其实 嗯 好吧 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如果大家觉得有帮助的话 啊 或者有什么意见的话 可以提出来 呃 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帮助 如果大家觉得有帮助的话 请帮忙点赞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